我这个人呢 做人做事 讲究的就是一个稳妥 因为我俩啊 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 所以对钱这个东西呢 就觉得来之不易 是 我们是想把公司做大 也有好多家银行找我们 想投 被我一一拒绝了 我总觉得 这个从银行借的钱 它终归不是自己的 还得加价还 不划算 所以说你们这个事啊 我觉得还是不稳妥 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兄弟二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之前小徒联系我 我呢 也是看在这咱们 都是老乡的份上 你们这搞晕销也不容易 风吹日晒的 想着叫你们过来 这聊聊见也无所谓 不过这贷款 我们还真没考虑过 我明白二位刘总的意思 当然也不会逼着二位贷款 今天非常荣幸 可以认识二位 以后有任何关于银行的需求 都可以随时找我 好 对你们现在银行 有没有好的理财产品呢 这个我们可以考虑考虑 当然有了 而且我们会根据 您的预投资金 和企业经营情况 做一个评估 定制一个 最适合您的理财产品 还可以定制 嗯 这个听着行 那你看具体需要怎么操作 我们这边需要准备什么材料 等我这一轮展销会结束呢 咱们再碰一碰 这个会由我们亨利 专门负责理财的部门 进行对接 不过您二位可以放心 小徒对于理财业务也很熟悉 他会全程进行配合 那这个是不是 就不算小徒的个人业绩了 这个没关系 也是我应该做的 刘总 我刚刚上来的时候 看到下面 场馆那么大 以为是租户自己在营销 您刚才说是展销 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牌子 那太有了 你俩没搞情这关系啊 我们是共用商 那些都是各级代理 他们得从我们这儿进货 那不知道 方便问一下 咱们这一场活动 一般要办几天啊 这一天的营业额 大概是多少 我们这都是与 行业峰会的形式 签的哪个时候大额订单 这星成办一天下来 三四千万呢 保守了 那我们收银方面 是怎么操作的呢 现金 刷卡 支付宝 反正给钱就行 好 好 好 我有个想法 想跟二位说说 嗯 你说 不知道您二位 有没有想过 把促销活动 跟我们银行合作 就是把本来促销的折扣 跟银行卡绑定 只要结算的时候 拿的是我们银行的信用卡 或者是借记卡 达到一定额度 就可以折扣多少 对啊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对啊 其实咱们可以这么理解 咱们所有活动里面 刷卡的钱 都进入到我们在戴瑞开办的 企业结算账户里面 只要满足了五百万的存款 我就可以给到你们二位 超过活气存款的利息 每低增五百万 就可以再增加利率点 你想 同样是钱 我们放在其他银行 只是一个活气的存款 但如果放在我们戴瑞 就可以有一个 非常可观的抵增利息 你二位看怎么样 听起来不错 倒可以试试啊 哥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比较稳妥呀 那既然这样你 你再把刚才那个 贷款方案说一说 没准我也觉得稳妥呢 当然没问题了 还真是没想到 一个多月的功夫 就变得这么厉害了 我还以为他们一开始拒绝贷款 你会灰心难过呢 主要还是季总交得好 营销和谈判不能齐于求成 要在跟客户交谈中 稀缺有用的信息 徐徐徐止 不过说真的啊 刚刚那个刷卡方案 提得很巧妙 如果说这种大额订购物 一旦跟我们银行 建立起来合作关系 就能带来难以预计的 日均结算量 另外那个持卡折扣 我觉得也很巧妙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 增加一些发卡量 还可以给我们戴瑞 打了一波广告 一切多得 我想用不了多久 我就得跟着图经理打工嘛 那还不是要等季总拍板啊 什么五百万额度 递增利息的 我可做不了 不过还是要说一声谢谢 喜欢什么呀 当然是要谢谢你 这么逗我了 其实我知道 你呢 是有能力 也有把握 能够拿下来这等合作的 但是你一直找借口 不让我来参与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能够 赶快走出来 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其实鞋也鞋也够了 光是保证够了 我想起我妈应该也希望 我能够好好生活 好好工作 所以是时候 向前看吧 昨天都忙到那么晚了 要不要休息一会儿啊 说实话 昨天晚上的时候 我这根鞋还紧绷着呢 现在感觉放松了很多呢 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 先睡会儿吧 好 我这边的生活 都会有什么事 我想起来 你现在再帮你 我这边就能活着